两名工作人员在施滑泥泞上,狂奔回车上 前方蓝色乡型车顾不得后方银色休旅车驾驶还没上车 就打档开始倒车,差点直接撞了上去 而后方银色休旅车驾驶跳上车后 也手脚俐落,踩下油门就开始后退 也顾不得车轮踩上右边土堆晃了一大下 两人如是惊慌 因为当两车消失尽头的下一秒 山壁上土石大量崩塌,就在刚刚两人停车的位置 换另一个角度看 当时两人刚从挖土地旁边游摘离开 结果一旁的土石又开始松动滑落 没多久后就发生了刚刚的一幕 而底下的台铁路段也拍到土石崩塌 扬起烟城滚下山的瞬间 适林山大地震后就反复崩塌的舒华公路 从德段再次塌陷 25日下午3点半左右 正当工作人员贸于抢修时 土石再次滑落 险些就活满现场工作人员 索性此次崩塌并无造成人员伤亡 但是舒华公路附通日期 可能又要往后遞延 而路段除了影响日常民生也大大冲击需要紧急送医的民众 25日下午4点多 花莲和平村就有一位70岁长者脸色发白身体不适需要送医 前往华莲市区的舒华公路 从德段因为崩塌 所以只能往北送往宜蘭 但是舒华公路宜蘭端的新澳隧道也发生土石流 要往宜蘭那边送去的时候 那才知道说南澳那边他们是没办法帮我们送到罗东的 那段路也是不通的 但是是很紧急 所以他会开一条路让救货车过去 终于在几经波折之后 病患才成功送到罗东 村长表示除了安全的道路外 更需要的是医疗设备以及医生跟护士的进驻 否则只要每逢大雨就会南北不通 记者刘吉娇 华莲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